歡迎回到 伊犁要怎樣 美犁今天要怎樣呢 今天妹仔聽說生蠔哥難得進公司 特別衝來公司去見心目中的男神 事不宜遲快走吧 嗨 生蠔哥 嗨 耶 這剛才水裡出來 水裡出來 為什麼 什麼 我可以罵髒話嗎 有意思 生蠔哥你最近有看一部超紅的那個電視劇嗎 什麼戲 那個叫什麼 火神人那你有沒有看 哎呦 火神人 怎麼這麼好看的戲 超好看的 你有看嗎 我開玩笑 我還上山下海了 天啊 那你會印象最深刻的哪一個部分 其實每一個部分都 對我來講都很難忘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蠻Talk的工作 我們從開始拍 就勤前教育大概兩個多月 對 然後跟著這些隊伍 跟著這些真實的超防隊員去出群舞 然後受救護訓練 防火訓練 所以在拍攝的時候就是很有臨場感 那加上現場因為很多工部門的支持 因為這一定是新北市橋跟北市橋 大量的這些車啊 車輛啊 跟那個人員的幫忙 所以讓我們拍出來的規模跟寫實感都非常的強烈 我看那個幕後的影片啊 那個美術超強的 對 我都是真的耶 我一幕我是哭爆 哪一幕 那個 老公公老婆婆去看海那邊 哦 你是對那一段是不是 對 我是對那一段 你知道我對哪一段嗎 你哪一段 器捐 器捐那一段 哦 器官捐贈 那一段我覺得無聲勝有聲 然後林志如導演 因為也是我一個十幾年的好朋友 看他那個駝背的樣子 白髮蒼蒼的目送著救護車離開 就好像目送他兒子的每一個區塊 每一個靈魂 每一片靈魂 我覺得那個東西都無需言語 那個時候我也是這樣 眼淚就一直 沒有任何台詞就不用講話 然後就看那個畫面 眼淚就掉下來 嗯 剛好哥拍過那麼多部戲 你有沒有想要挑戰什麼其他的角色 沒有 以前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沒拍過 這個東西沒拍過 現在會覺得 每一個戲 真的都在體育生活 我現在會覺得說 拍像類似 比較寫實的劇 總會覺得以前會用演的 現在不是用演的 就生活在裡面 所以我相信 隨著時間的積累 過一陣子 再接到類似的角色 應該還是有不一樣的詮釋方法 哦 有事 很深浪哦 生活就是表演 你現在也在表演啊 你覺得你在家會是這個樣子嗎 我在家可能就是 襪子脫掉 其實脫掉 是啊 問題是現在 你有穿襪子去鞋子 所以我現在在表演 是啊 你從脫掉到現在 改變最多是嗎 改變最多 就存款的數字有增加了 但是慢慢大一點 會覺得說 要拍一些比較 有社會意義的東西 以前會當然娛樂居多啦 而現在會想說 做這行做那麼久 然後有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的 在影響力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 拍一些 呃 可以幫社會發聲的事情 謝謝生豪哥 今天為了我 然後呢 出門然後 錄這段影片 讓大家知道 你的私生活是多麼的有趣 私生活真的有趣的地方 是不會告訴你 哈哈哈哈 我們下一個就突襲我們怎麼樣 品浩 品浩寶貝 我來了 其實我在接到這個要突襲的任務啦 我馬上想到第一個人 就是王品浩 因為他是我寶寶 我不管他今天會不會接我電話 我也沒有先通知他 直接馬上突襲 不管他會不會接我直接打 好不好 品浩寶寶 寶寶 哈囉 你在幹嘛啊 我在 看影片 你在看什麼影片 就跑IG 阿你怎麼沒有穿衣服 有啊 我有穿衣服啊 那你平常在家都在幹嘛 玩電動 玩電動 玩什麼電動 玩什麼電動 你有聽過Apex嗎 就是一個槍戰遊戲 我最近 噢 槍戰遊戲 所以你喜歡打槍 不是 射 射擊 你喜歡玩射擊遊戲 對對對 射擊遊戲 你說玩遊戲你還會幹嘛 看影集啊 就是看人家怎麼演戲 我最近看那個 黑道律師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最帥的地方是 他那個 每次都會拿那個 那個打火機有沒有 卡卡卡的那個聲音 我自己超想去買一個人 然後也會在家裡做運動 我都會用那個 Nike的那個 運動程式 哦 然後他會有動作教你怎麼做 然後就可以 你說健身那個嗎 對對對 我上次有一次 踢到鐵板 我就想說下載來玩玩看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動作怎麼做 感覺很簡單 我來個高強度的好了 然後練完直接跑去這套 那你有沒有想我 有啊 一直都很想 你為什麼要猶豫 你剛剛猶豫了一下 不可以說謊 平安爸爸 沒有啦 我一直很想 我你上次拍戲 還好 我覺得是 是很棒的一個經驗 然後也學到了很多 那你拍戲的時候 你剛開始都是怎麼樣 剛開始很緊張 因為不知道我要做些什麼 一定會被罵 一定會被罵 就是被罵過來 像我一開始 演會演 但是 我自己會太緊張 然後有時候導演 就會說 你到底要演幾次 這樣 就是會用很兇的口氣 到現在我覺得 抗壓性比較好一點 就比較不會 那麼的有壓力 大家也都是這樣被罵過來的 你又是說 你要 踏進這行之前 你一定就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抗壓性很重要 而且又是自己 想要 想要做的 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去承受一些壓力 我覺得 會讓自己 成長比較快 我看你那個 那個 品浩的一天那一集 你是真的都沒在讀書 有啦 有在讀書啦 我讀的是 審武科技大學 就是我有去上課 但是 老師知道我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有在 我有去上課之外 然後我也有在另外 講做一個一個老師 我之前是打 審武科技大學的籃球隊 所以 我進球隊之後 就是大家同一管 然後大家都一起選 行銷科這樣 我看到你的臉 我就 一臉就是完全不是行銷流通的臉 不然我是什麼臉 你感覺就是 憨憨的 然後 就是 不是說憨憨 就看起來 比較老實 不要那個臉 對 那個臉就是很憨 感覺去讀行銷 有點 會被騙是不是 對啊 不是你去騙別人 是你被騙 之前璀璨之星 你不是拿那個最佳人器獎 某某最佳人器獎 對對對 那你是怎麼拉票的 其實我在還沒報名比賽之前 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 有些朋友啦 特定的朋友 還蠻支持我 我在 投票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要開始拉票了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開始了 所以我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就 嚇到 我沒有拉票怎麼 我是第一名 就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我都是第一名 像是我 我爸 我媽 他們就是有找他的 就是親戚朋友啊 然後一起幫我拉票 然後我的朋友是 也是 找他工作的地方 打工的地方 幫我拉票 好強喔 當然我自己也有去拉 但是也踢到蠻多鐵板 我秘一下 之前很久沒點 對我朋友 說 可不可以幫我拉一下 可不可以幫我投一下票 有些比較好的 會說好 但是不會去投 然後我就想說 之前那麼好 那我 一個問問看好了 就直接幫我封鎖 我得名之後 就是有很多 朋友都跑來跟我 就是 好像很好的朋友 這樣子 直接裝熟 好我們謝謝 謝謝 品浩 還好你有穿衣服 我們超胖也沒穿衣服 你知道嗎 就是裸體 然後裸上半身 然後頭髮超亂的 這樣子 不會變嗎 沒有我要截起來 我的之前我一定 就算沒穿 我要趕快去穿一下 那我們就拜拜囉 今天有一種突襲跟偷窺的感覺 原來藝人們平常在家 都在幹這件事情 真的超酷的 好 但是今天主要的重點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年娛樂 一年一度的 彩探之心 已經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了 如果你想要成了這生蠔哥 還有品浩一樣優秀的演員的話呢 記得趕快來報名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youtub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interpreta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by bwd6